美国总统奥巴马登上菲律宾海军旗舰 再次强调对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承诺 法国继续轰炸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 对该组织号称为首都的卡拉进行攻击 俄罗斯宣布发生在埃及西奈半岛的空难 是恐怖袭击事件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10月17号的VOA卫视新闻 我是许波 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 APEC峰会拉开帷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马尼拉 我们有现场连线报道 巴黎英文前止续井然 但气氛仍然紧张 美国之音在现场为您介绍详情 日本准备在APEC峰会和稍后的东盟峰会上 提出南中国海问题 我们又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 中国广电总局封杀境外电视节目 我们请北京观察人士谈谈他们的感受 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 在出席亚太经合会议峰会期间 登上菲律宾海军主力战舰 并再次强调美国对菲律宾安全 以及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承诺 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完 土耳其二十国峰会 抵达马尼拉出席APEC峰会之前的 一个公开行程 是在菲律宾国防部长的陪同下 登上了美国向菲律宾提供的 德尔·比拉尔号巡逻舰 奥巴马总统说 美国七十多年来 一直致力于这一地区的安全 美国有履行与菲律宾 之间防务条约的坚定义务 我来到这里是强调了 我们对这一地区 以及航行自由的共同承诺 我今天登上的这艘舰艇 曾经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 这艘巡逻舰为菲律宾海上救难 执行反恐 以及在南中国海巡航等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奥巴马还宣布 美国计划再向菲律宾海军 提供两艘舰船 一艘考察船 协助菲律宾绘制 南中国海海域的领海地图 另外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船 帮助菲律宾海军 提高远程巡逻的能力 奥巴马说 这是美国增加对盟国海上 安全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未来将向亚太区域盟国和伙伴 提供两亿五千万美元的援助 奥巴马在讲话中 没有直接提及南中国海主权的争端 不过奥巴马这一行程 被认为极具象征异议 德尔比拉尔号 曾经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艘巡逻舰 后来在2011年捐赠给菲律宾 在中国和菲律宾海军 2012年在南中国海 有争议的黄岩岛对峙事件当中 菲律宾海军曾经派德尔比拉尔号 从巴拉旺岛出发前往黄岩岛 美国之音第二位是新闻报道 法国星期二继续轰炸 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 对该组织的指挥中心拉卡进行了空袭 法国国防部说 星期二出动了十架战机 空袭伊斯兰国的一个指挥所和招募地点 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表示 今后几周 美国法国和其他盟国将加大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力度 法国内政部长卡茨纳夫星期二表示 当局在星期一晚上进行了128次突袭行动 之前警方在星期天晚上进行了更多的突袭行动 拘捕了23人并对100多人实施了软禁 俄罗斯安全机构首脑星期二说 上个月发生在埃及西奈半岛的空难 是恐怖袭击事件 在飞机残害和行李中都发现了爆炸物 克里姆林宫表示 俄罗斯联邦的安全局局长 博尔特尼科夫说 导致空难的爆炸装置中有1.5公斤炸药 俄罗斯总统普京誓言要找到并惩罚凶手 并呼吁伙伴国协助寻找罪犯 俄罗斯客机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坠毁 已被认定是一次恐怖攻击事件 而在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 同样也在俄罗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这两起恐怖事件发生后 俄罗斯下一步将如何行动 是否会促使俄罗斯调整外交 同西方修好 甚至影响到与中国的关系 好 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 祝莫斯科特约记者白话 来了解最新的情况 白话 你好 徐伯你好 好 俄罗斯他今天宣布 两个多星期前在埃及造成 224人丧生的克机坠毁事件 是一次恐怖攻击 那么介绍一下 俄罗斯方面在关于 这个事件的最新进展 俄罗斯下一步将会做出 什么样的反应 白话 对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那么俄罗斯现在已经 悬赏5000万美元 想找到凶手 另外普京表示 俄罗斯将会复仇 另外一个就是想把恐怖分子 这个绳之以法 其实这个克机坠毁 是一次恐怖事件 很多人早前都这么认为 那么现在俄罗斯官方 正是承认是恐怖事件 并不让人意外 因为埃及 是俄罗斯游客最喜欢的 一个度假的地点 也是出国的人 最多度假的人 人数最多的每个地点 那么许多俄罗斯游客说 当地这个机场安检 其实这个非常非常松 那么给这个几个欧元 给这个十多个美元的话 那么就可以不排队 而且对行李 也不用检查 就可以直接上飞机 所以说这个是恐怖事件 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那么就是说 俄罗斯一直拖 不想承认是恐怖攻击事件 当地的许多评论人士认为 因为如果普京承认了 是恐怖攻击事件的话 就意味着俄罗斯 必须对这个事件 做一些反应 那么如何反应 普京又如何向国内的民众解释 这次恐怖攻击事件 是俄罗斯为了出兵叙利亚 付出代价 那么这对普京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好的 那么上个星期五 我们知道在巴黎 发生了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 那么与空难事件 联系在一起考虑 那么这两次事件 发生的时间并不长 那么巴黎星期五的恐怖袭击事件 对莫斯科 对俄罗斯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巴黎这个事件 当然对俄罗斯影响非常非常大 因为传统上来讲 俄罗斯的文化 许多都是取自法国的文化 那么两国文化之间 有很多相通之处 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 许多这个知识界人士 把这个法国文化 把这个巴黎 甚至当成一种这个胜利 那么所以说 在巴黎发生这个事件之后 对俄罗斯这个震动 是非常非常大 在巴黎事件发生之后 在这个俄罗斯飞机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那么俄罗斯这个安全警械 这个状态提高的 有很大的提高 可以再看到 在街头上 巡逻的警察越来越多 另外在一些地段上 警察甚至穿着 这个防弹背心来巡逻 另外还有这个 莫斯科地铁站 也打算购买新的 一批安全检查装备 另外在这个机场火车站 也加强了安全检查 另外还有这个学校 小学校中学校 这个安全方面 这个保安工作 也提高了戒备状态 最新的消息是说 这个学校的学生 放弃了这个 外出这个参观的 参观的活动 总之呢 俄罗斯现在的情况 就是说 他们比较这个 很非常严肃的对待 这个巴黎 这个恐怖攻击事件 认为就是说 在巴黎之后呢 下一个这个行动的目标 会不会是针对 针对俄罗斯 另外呢 这个伊斯兰国呢 也这个宣布 对这个 飞机这个 飞机坠毁事件 负责 所以说俄罗斯 未来会面临 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好的 那么巴黎 恐袭和俄罗斯空难 这两起事件呢 是不是会对 俄罗斯的外交关系 外交政策 做出重要的影响 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 这两起事件 可能会导致 这个俄罗斯 与西方组成反恐联盟 改善与西方的关系 这甚至会影响到 俄罗斯 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白话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方面的情况 对 的确是这样 就是在这两起事件之后呢 现在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说 俄罗斯是不是会 再次面向这个西方 那么借助这两次事件呢 来改善 同西方的关系 这是讨论最多的 但是如果详细看的话呢 似乎这个西方和俄罗斯呢 他们这个活动的空间 这个非常非常小 因为西方认为 俄罗斯并不是在叙利亚呢 并不是真正的打击 这个恐怖分子 那么俄罗斯轰炸的这个 主要目标呢 是针对这个温和的 这个阿萨德的这个反对派 另外呢 就是俄罗斯也认为呢 西方主要目标是 想这个推翻阿萨德这个政权 那么俄罗斯认为就是说 阿萨德呢 是应该 俄罗斯应该这个主要支持 这个阿萨德 不想这个阿萨德下台 所以说这双方的分析 非常非常大 至于说对中国的影响呢 可能就是说 两国都希望制造这一种 这个同西方接近的这个气氛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祝莫斯科特约记者 白话的连线报道 就在巴黎 仍在抚慰二战以来 最严重的袭击事件 造成的伤痛之际 这个城市的经济 所依赖的游客们 纷纷对巴黎表示支持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 施瑞福 发自巴黎的报道 在首都巴黎街头 人们可以明显体会到 全球对法国的支持 巴黎每年接待 三千多万外国游客 那些依靠旅游业的人担心 恐怖袭击可能会吓跑游客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 你知道我们靠这座城市的旅游吃饭 旅游业是这个城市主要经济支柱之一 保安措施严密 旅游点临时关闭 不过虽然游客人数减少 但是还有很多访客 抵达巴黎圣母院等著名的地标外面 有些人回想起美国911恐怖袭击后 那种恐惧情绪 我不知道当时我所在的城市游客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肯定他们吓坏了 第二天还得去杂货店里买东西 还要把车挪开 因为要清早接到了 所以每天的事情 该做的还得做 我们旧金山人是这样 巴黎人也是一样 一些游客在巴塔克兰剧院外表达敬意 80多名音乐会观众在这里被自杀炸弹手杀害 我理解他们的感受 因为我们安卡拉也发生过爆炸事件 我也失去过朋友 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此刻心里的感觉 国际游客向巴黎人表达团结 虽受暴力震惊 但不会屈服 法国通常是全世界接待访客最多的国家 虽然家门口惨遭恐怖袭击 但人人热爱的巴黎正在慢慢地恢复过来 美国之音施瑞福巴黎报道 巴黎遭遇恐怖袭击之后 全国继续保持警戒状态 虽然只需警燃 但是气愤仍旧紧张 下面我们电话连线 正在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 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灵 请他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 静灵你好 静灵 巴黎上个星期遭遇大规模恐怖主义袭击 死伤惨重 目前的局势 目前那里的局势状态如何呢 静灵 好的今天是巴黎发生这个恐攻屠杀事件以后呢 巴黎市民赶回工作干位的第二天 那在这里呢很多的这个机构的门前 还是摆着鲜花和这个蜡烛来挨掉 在恐攻中的罹难者 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 而巴黎的这个地标 埃菲尔铁塔在昨天晚上呢也重新开放 并且点上这个象征法国国旗的这个蓝白红三色的光 不过呢我昨天晚上到那个地方去采访的时候 是亲眼目睹到埃菲尔铁塔附近的治安是明显加强 这个有这个可以说是三路一道五步一缸 是透露出了这个在逐渐恢复作息的巴黎 它并没有真正的平静下来 而昨天晚上在共和广场呢 其实又发生了一次的这个就骚乱 就是大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有人喊出了什么东西 其实情况不明 那么人们就四处的这个串跑 而在在这个之前呢 这个巴黎犹太区一带也发生了不明的紧张状况 当时我人是在现场 那么就看到大批的警车救护车 还有这个扫除炸弹的特警署全部出动了 路上的行人是越走越快 最后是用跑的 就想赶快离开现场 而电架也是即刻的 就是关门关灯这样子 但是没有人真正是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徐破可以说巴黎真正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想要恢复正常作息 但是却还没有完全从这个惊恐中恢复的程式 好的 那么看来呢气氛仍然紧张 那么目前呢我们有传闻说 巴黎和法国呢仍然会继续受到恐怖袭击 那么法国当局目前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来预防恐怖袭击进一步发生呢 静灵 好这个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昨天 法国总统他在这个国会的联席会议中发表了这个演说 那么在这项演说中他宣示说 法国将要再出动另一个就是再高热好的航空母舰 将在这个星期四起航 那么提高法国军队对打击伊斯兰国的这个IS的这个力度 奥朗德他说这个要呼吁国际社会联手这个应对这个IS 那么同时呢他另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说 要求这个延长法国的紧急全国紧急状态到三个月 通常呢如果在这边是超过12天就必须获得这个国会的通过 所以预料法国国会会在明天也就是星期三讨论这个案子 而且渴望在这个星期以前可以通过把全国紧急状态延伸到三个月 那么另外就是法国还提出了修宪的方法 此外呢就是法国的内政部长今天上午也证实说 在过去的这个24小时之内 法国这个警方呢其实是进行了将近200次的搜索巡动 那么击普了23个人另外还有一些武器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法国是到处可以看到军级满街 还有就是这个警车跟这个其他的相关的这些警示的声音 那么还有就是比利时啊 他法国的临近的国家比利时 也已经提高了这个该国的这个保安的级别 所以整个讲起来不只是在法国 我想在临近的国家也已经可以感觉到这个紧张的状态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龄在法国巴黎的连线报道 下面我们来关注美国的反恐局势 巴黎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呢 曾经在14年前的9月11号 遭到恐怖攻击的纽约市 对此是怎么反应的 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下面我们就连线纽约 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 来给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方斌你好 许伯你好 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 令人联想起这是法国的911事件的成演 那么被911恐怖事件攻击的纽约 在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 都有哪些反应 方斌 是的 纽约在巴黎的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发生以后 我们看到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现象 就是帝国大厦 纽约的地标式的建筑 就跟埃菲尔铁塔一样 当天晚上全部都是黑的 用来悼念巴黎恐怖攻击当中的受害者 那么纽约证交所昨天在开始交易前 也是全体默哀 悼念巴黎恐怖攻击的受难者 证交所外面 美国的国旗和法国的国旗 我们看到都降半旗致哀 那么在离证交所不远的911国家纪念馆 也举行了默哀仪式 仪式以后 人们把法国国旗和鲜花 放置在911的水池的四周 峻刻着死难者名字的铜板上 那么我觉得对于纽约人来说 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 他们绝对是感同身受的 徐伯 好的 那么在巴黎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恐怖袭击之后 纽约它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大都市之一 它准备采取哪些预防措施呢 方斌 虽然伊斯兰国没有说 它下一个攻击目标是纽约 但是纽约市的警察局局长布莱顿 在这次恐怖攻击发生以后就说了 纽约始终是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的主要对象之一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巴黎恐怖攻击当中 恐怖分子针对的是一些像餐馆 娱乐场所这样一些所谓的软目标 那么这样的目标在纽约市可以说是到处都是 那么这位警察局长就说了 在纽约的反恐团队当中 在巴黎事件发生以后已经增加了500名警察 那么对像时报广场 法国协会等等这样一些主要的地点 加强了安全警戒 同时对所谓的软目标也提高警觉 那再有一个就是纽约的警察 在世界各地发生了最新的恐怖攻击当中 他到处都要去吸取教训 了解最新的恐怖的动向 比方说下一个星期 纽约市警局就要派员到巴黎 了解在这次恐怖袭击当中 恐怖分子是如何利用加密的工具 来秘密制定攻击计划 如何能够来破解他们的密码 那么恐怖分子穿的所谓的自杀式的炸弹背心 有多大的威力 他们相互之间是怎么沟通的 用什么样的软件等等 这样一些都需要从最新的恐怖攻击当中 来学到这些经验 徐博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纽约每年都有大型的国际活动 比如说像联合国大会 像年末的时报广场的辞旧迎新活动等等 都是非常大型的活动 那么在911事件发生以来 纽约基本上保证了这个社会的安全 没有什么重大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 方斌 纽约当局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 好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纽约 每一天都把它当作这个反恐的一天的来处理 那很多人到纽约以后呢 感觉到反恐的措施安检 道路封锁感觉很不方便 但是对纽约人来说反恐的已经成为常态 那么正像纽约市警察局长布莱顿所说的 纽约的警察每天的工作 就是假定随时都有恐怖攻击会发生 因此呢 加强对各方面的警备 那么他说是 纽约呢 是世界金融中心 娱乐天堂 各种新闻那个消息汇聚在这里 所以纽约市最有可能遭到恐怖攻击 那么从911以来 纽约的警察呢 就是这样把每一天都当作可能发生恐怖攻击的日子来戒备 那么我们记得2010年5月3号那一天 纽约的警察呢 就挫败了一次 在时报广场 企图制造这个汽车炸弹袭击的这样一个恐怖的案件 徐伯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驻纽约记者的连线报道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不认识 如果他做什么 那是我的工作 中国星期二表示 中国不希望南海问题成为本周晚些时候 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亚峰会的关注点 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明说 我们应该中国政府有权力 也有能力收复被周边国家非法侵占这些岛礁的 但是我们没有做 我们保持了极大的克制 我们目的是为了保持南海的和平稳定 所以保持南海和平稳定也是我们做出了很大牺牲的 此外 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虽然没有列入正在菲律宾首都 马尼拉举行的亚太金河组织领导人会议的正式议程 但是 会在会议之外得到讨论 除中国之外 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 如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文莱和台湾 也都声称对南中国海诸岛或部分岛屿拥有主权 南中国海是重要的国际航道 据悉 每年途径这里的海运贸易额高达5万亿美元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最近一直在开展魅力攻势 试图缓解南中国海地区主权争议 然而 当亚洲地区领导人齐聚APEC峰会之时 南中国海问题可能会再次成为各国讨论的焦点 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为您发来的报道 尽管中国对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声索 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但北京最近一直在努力和邻国们改善关系 虽然本次地区峰会的东道主马尼拉 已经就南中国海问题把中国告上了国际法庭 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他仍将出席峰会 在短短两周的时间里 中国已经和韩国 日本进行了会谈 并且已经完全修复了关系 此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访问了越南和新加坡 并与台湾总统马英九完成了历史性的会谈 习马会是两岸最高领导人 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会面 北京大学的贾庆国表示 北京想更多地参与地区事务 就先要当一个好邻居 中国对参与地区事务十分重视 如果中国想成功地参与进去 就需要与邻国合作 但中国的当务之急应该还是国内问题 但为什么是现在呢 中国问题分析人士林中斌表示 习近平上台以来做了一系列的大事 他的信心在不断增长 最近要做的就是通过外交努力 改善中国和邻国的关系 第一件事就是反腐 第二件事就是调整经济结构 然后就是让中国与邻国的关系 重回2009年以前的状态 沿用当时对邻国的政策 让邻国爱中国 让他们更富有 觉得更安全 尽管中国表示不希望南中国海问题 在峰会上被提起 但对一些国家来说 这个问题无法忽视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 既然中国正不断放下身段 向周围邻国释放善意 可能没有哪个国家要惹起风波 美国之音爱德北京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0月17号星期二 中午抵达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出席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他的到访能否为陷入困境的中非关系 带来转机 我们现在就连线 今天到马尼拉国际机场 采访习近平到访的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李宝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们好 好 李宝 那习近平呢 他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时候的气氛如何 给我们介绍一下 李宝 好的 习近平主席呢 大概在中午的12点过一会儿 一会儿就到达这个马尼拉机场 他的专机抵达的时候呢 韩国总统调警会的专机呢 在总统下飞机以后 还没有离开廷吉平 中国的飞机就来了 所以想现呢 就是说想见一下 就是在今天 特别是今天 马尼拉国际机场呢 非常非常繁忙的景象 那么在工作人员做好安排之后呢 习近平主席走下 走出机舱 然后呢 停留片刻之后呢 向大家挥挥手 就走下飞机 跟在那里迎接他的人 握了几家手 就离开了这个机场 机场的这个 当时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 那么在迎接 习主席的一些人当中 还包括昨天晚上到达这里的香港特首 梁振英 其他的人呢 我看不到有非常这个高级的官员到机场去迎接 习近平的来访 那么之后呢 就是在警车的开路下 习近平的这个车队就离开了机场 好的 那么 APEC峰会呢 是星期二今天正式召开 可是北京呢 到星期一才正式宣布 习近平呢 出席这次峰会 这里边表现了 其中比较微妙的这样一关系 那么习近平这次访问马尼拉呢 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 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呢 李宝 刚才您提到这个北京是一个礼拜前才宣布 习主席习近平呢 会访问 会参与这个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亚太金河组织 峰会 那么这个其中的原因就是两国关系 因为这个南中海的中端呢 一直相当的紧张 不过呢 菲律宾没有这个放过这个放过一个机会 就是改善跟中国的关系 那么 显然就是政府对 马尼拉对这个习近平的访问非常的重视 那么在今天下午的这个 今天出席记者会的这个外长 菲律宾的外长呢 就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就是说 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到底您是用什么法子 什么方法来吸引这个习近平到 马尼拉来出席 这次的峰会 什么值得他来的地方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不过呢 他说菲律宾呢 马尼拉当局非常的欢迎 习近平的来访 我们来一起听听看看这位外长是怎么说的 没有 这外长呢 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们当然欢迎习近平主席来这里访问 我们很高兴看到他的他的到来 我认为他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我们已经承诺会好好的接待他 这是菲律宾外长的原话 那么连日呢 在这个APED的各个场所 我们注意到呢 确实这个主办国菲律宾一直在 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用心 非常的费劲的 来阻止任何人谈这个南中海的这个情况 当然在一些 我们还是听到了一些专家 在这个他们的谈话中 稍微提了一句南中海 然后赶紧就不提了 然后大家都哄堂大笑 大家都知道意味着什么意思 都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呢 从这个菲律宾的 这马尼拉的角度来看 他确实是非常的努力 来希望这个政治的议题的不谈南中海 好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 出席这个APEC峰会的台湾代表团呢 刚刚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你呢 也出席了这个记者招待会 那么给我们讲一下 台湾代表团的这个记者会的这个内容 李宝 刚刚您说的这个记者会呢 就是我后面的这个场景 那么大概在一个小时以前结束的 他们在吃饭 在这个交谈 比较轻松 但刚刚开始在这个开会的时候呢 确实记者们问了一些 这个让肖前副总统非常 可能是不自在的一些问题 包括这个两岸的关系 包括南海的问题 那么有人就问到 有没有肖习会啊 这个肖副前总统 会不会跟这个习近平有所 这个有接触的机会啊 那么这个台湾总统 马英九的代表肖万长先生说 现在没有这个安排 原因呢就是说 马习会刚刚才开了不久 重要的问题都谈过了 另外呢 来APEC 大家的时间都很紧凑 那么活动都安排的 这个非常的多 所以不方便 再安排 肖万长先生跟习近平主席的 这个会谈 那么我就问到说 既然开了 这个 这个 马习会 那么这个气氛 是不是改善了呢 那么来到 APEC来开会 那么两岸之间的互动 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更加友好呢 他的回答是没有 就跟以前差不多 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那么关于这个 为什么中华台北 这个台湾不能够排除领袖 来这里出席 亚太亲和组织 首脑会议或者是峰会的话 这个陆维会的主委说 没有办法 我们试了很久 我们非常的努力 但是呢 很遗憾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 这个 以这个 就是台湾总统 以这个领袖的名义来 参加这个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好 我们感谢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在马尼拉的连线报道 日本首强安倍晋三 星期五离开东京 前往土耳其 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 临行前呢 安倍表示 他将在一系列 国际会议期间 提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切 请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十月十三号 在东京表示 他将在二十国集团会议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以及东亚峰会 等系列国际会议期间 提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切 他说 法治应该得到维护 以保护海洋的开放 自由与和平 安倍此前 在日本参院预算委员会上 就是否派遣自卫队 前往南中国海 开展警戒监视活动时表示 将在考虑各种选项的同时 进行充分的研究 面对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 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 助理部长施大为 在华盛顿表示 支持日本和其他国家 积极维护海上权益的态度 我们欢迎其他国家 包括我们的盟友 根据国际法 在全球各地 维护海洋权利的态度 不仅在这个地区 其他地方也是 考虑到我们对航行自由 以及飞越自由的重视 我们支持任何为维护 自由航行这一重要原则的努力 他是星期五 在华盛顿支库 大西洋理事会的 一个有关日本 2020年的安全角色 和能力的新报告 发布会上 发表上述讲话的 当时日本记者问他 美国如何看待 日本加入南中国海的巡逻 他说日本海上自卫队 其实不仅在 东中国海行动 在南中国海也行动 甚至进入了印度洋 美国日本和印度 刚刚完成了 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 他说未来美国和日本 将会有很多的机会 一起行动 大西洋理事会的 最新报告说 由于过去十年 中国军力的增长 以及朝鲜的核武试验 日本的安全挑战 和机遇都在增加 不过世大为认为 美日同盟最大的挑战 是朝鲜 我想朝鲜的威胁 应该是我们每天 继续面临的挑战 正像国防部长卡特说的 因为他们的核活动 因为他们的导弹发展 以及这些能力 可能被扩散的威胁 以及平壤 现任政府的 不可预测性等 朝鲜已经非常威胁 他还说 所有这些结合起来 不仅对韩国 对日本 对整个地区 对美国 都是威胁 VOA卫视 斯洋 任宇洋 华盛顿报道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明天将在马来西亚召开 经过刚刚结束的 二十国峰会 重点讨论 国际反恐问题之后 南中国海问题 可能成为 接下来的 两个亚太峰会上的议题 日本已经开始 有所行动了 下面我们就联系 美国之音 驻东京记者 格兰 格兰你好 格兰 你好 明天日本在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 可能会针对 南中国海问题 做出一些表态 那么就你掌握的情况 日本会怎么样提出 这样一个问题 好的 根据日本外相 岸田文雄 昨天在马里拉 和菲律宾的外长 德尔罗萨里奥 会谈的时候 岸田表示 日本支持菲律宾 向海牙国际法庭 起诉南中国海的问题 希望用国际法 来解决纠纷 这样的一个立场 那么从这件事情来看 很可能是 日本外相已经在为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在安倍会提出 南中国海的问题 做一个铺垫 那么安倍在什么样的场合 会提出来 我本来刚才你们前面 那个报道也已经说了 所以我就不详细说 安倍在东京说了什么 他已经几次的公开表态 说他要在这个月的连串的 国际会议上提这个问题 但是随后因为巴黎发生了 连续的恐怖组织袭击 那么反恐的问题 在这个二十国峰会上面 已经成为一个突然重要的 一个议题 所以这个他也就没提了 但是从昨天他在土耳其和 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会谈中 提起了南中国海的问题 那么他表示说 日本非常的忧虑 同时希望呢 就是大家能够合作 以国际法来这个 维护这国际海洋的航行自由 那么今天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洪磊在记者会上批评 这个不是批评 就是表示很不满 中国对安倍的这个表态 他还说了就是安倍和英国首相 和澳大利亚总理会谈的时候 也提出了南中国海问题 我们其实在日本 我们只知道 只看到他和德国总理的 是说了这个话 不知道他和英国和澳大利亚 也说了这个话 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 安倍很可能是会在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 提出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 好的 那么除了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之外 本月22号在马来西亚 还有预定召开的这个东亚峰会 那么预计有18个国家参加 日本在东亚峰会上 预计还会采取哪些行动 那么现在支持日本和美国 用国际法来解决 南中国海问题的国家 都有哪些 戈兰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 好的 根据安倍这种说的话来看 他在如果他和德国总理 和英国距离这个南中国海 这么远的国家的总理来会谈的时候 都会谈到南中国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相信他在 这个东亚峰会是大家距离 这些周边国家的这个聚会的时候 他也会当然会提这个问题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除了菲律宾以外 我们留意到在日本看到一些新闻 就是事实上 印尼在取得了中国这个 支援印尼建设这个高铁的 这个案子以后 印尼现在又提出了 对这个南中国海的主权的问题了 那么同时呢越南呢 我看到一条新闻 越南呢也对习近平访问越南以后 越南现在也表示 他也想通过国际法庭 来解决这个南中国海的纠纷 所以这样看来呢 这几个国家呢 还是会继续 都是这种同样的立场 那么共同社昨天 有得到一个消息 说这个东亚峰会 他们得到了主席声明的草案 这个草案就已经说到 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 希望保证这个国际航行的自由 同时也说 关注到几个国家的首脑 已经对这个南中海问题表示关切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的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祝东京特约记者 戈兰的连线报道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美国一些州的州长们表示 他们的州不欢迎叙利亚难民 早些时候 奥巴马总统宣布 美国计划接收1万名叙利亚难民 在法国当局判定 上个星期五对巴黎 进行恐怖攻击的造势者中 至少有一人 是以叙利亚难民的身份 进入欧洲之后 许多地方都表示 不要来自叙利亚的难民 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报道 那些表示要把叙利亚难民 去之美国国门之外的人说 在巴黎发生袭击之后 恐怖分子可能混在难民当中 进入美国 我现在请求总统和联邦政府 停止将来自叙利亚的难民 送到北卡罗来纳州 直到我们完全可以相信 联邦政府对进入我国的难民 进行的背景和安全调查有效 目前已经有20多个州的 共和党籍州长表示 他们的州不要接纳叙利亚难民 美国政绩领袖面临相互冲突的压力 他们一方面要为恐怖受害者提供庇护 另一方面又要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 我肯定会阻止更多难民进入美国 我想国会应当今天就应当机立断 截断有关项目的资金 不能让这些人进入美国 奥巴马政府今年早些时候 将美国接纳叙利亚难民的数字 从2000增加到1万 但是这一数字要比欧洲联盟 所要接纳安置的16万叙利亚 和其他地方的难民数字要小 此外还有上百万难民 生活在土耳其 约旦和黎巴嫩难民营中 星期一奥巴马总统在土耳其 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表示 他认为美国对叙利亚难民 关闭大门是错误的 这些难民当中的很多人 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才出逃 对他们关闭大门 违反我们的价值观 难民权力活动人士也表示 反对增加对那些等待进入 美国的难民的审批程序 他们说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已经有全面的安全审查 只有通过这些审查的难民 才会被准许进入美国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 华盛顿报道 有报道说 巴黎恐怖袭击中 有枪手随着叙利亚难民潮 拥入欧洲 美国的一些州的州长表示 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 而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 对此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说 拒绝接纳叙利亚难民 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 下面是VOA卫视记者杨陈 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 星期一在土耳其的 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 对于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的人说 这不符合美国文化 这不反映我们的价值观 巴黎恐怖袭击中 至少一名恐怖分子 是作为难民来到欧洲的 这在美国也引起了极大反响 德克萨斯 阿拉巴马 密西根 等十几个州表示 他们将暂停或限制 接纳叙利亚难民 德克萨斯州长阿波特说 德克萨斯将拒绝叙利亚难民进入 因为 联邦政府已经很清楚地表明 他们无法分辨恐怖分和真正的难民 爱耀华州长布朗斯塔德承认 这是一个联邦项目 各州可能没有权力拒绝 但是他说 我和其他州长一样 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 对于我们自己公民的安全和福祉 感到担忧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 克鲁兹参议员建议 美国应该只接纳基督教难民 难民应该到中东穆斯林国家定居 另一位共和党参选人 本卡森 虽然不支持使用宗教为接纳标准 但是他说 我们应该使用价值理念来作为标准 我不赞成接纳那些反对美国理念的人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 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 美国到目前为止接纳了2000多人 不过奥巴马政府计划在今后一年 接纳大约1万人 目前各州的反对态度 可能会影响计划的执行 针对巴黎袭击后 人们对恐怖分子冒充难民的担忧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 杜扎里克星期一说 各国应该继续给予叙利亚难民 同情和支持 可以理解各国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 保护自己公民不受恐怖袭击 不过把注意力放在那些 本来就在逃避暴力的难民身上 并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 巴黎恐怖袭击后 一些欧洲国家对于大批难民涌入 也表示安全担忧 VOA卫视记者杨晨 华盛顿报道 在巴黎恐怖袭击中 遇难的人当中呢 有一位是来自美国加里弗尼亚的学生 他的名字叫诺埃米·刚萨雷斯 星期天数百名民众聚集在 加州州立大学 长滩分校的校园里悼念他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 在洛杉矶以南40公里的长滩市为您报道 诺埃米·刚萨雷斯为社区留下的印记在这里体现了出来 他的家人同学和老师挤满了校园的舞厅来纪念这位活泼风趣 精力充沛的年轻女子 她就像是个充满能量的小抱主 就像个小火花塞 她真的棒极了 她是个优秀的小设计师 真的是个非常非常棒的女性 她本来要点亮这个世界的 作为加州州立大学大四的设计专业学生 23岁的刚萨雷斯参加了一个学期的海外学习项目 遇害前她正在巴黎学习 戴维托伊布纳教授说 去法国是她的一大探险之旅 上周她还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 跟我说她在巴黎过得有多开心 以及在那边学到了多少东西 刚萨雷斯的同学形容她是一个刻苦努力的学生 并且是个热心肠 熟知刚萨雷斯的人都叫她小米 她的家人仍处于震惊之中 她的继父代表家人说 小米和她母亲贝亚特里斯是无话不谈的挚友 小米并没有离开 她就在贝亚特里斯的心里 从今天直到永远 她在我心里永驻 我想她也在所有人的心里 在到年后的烛光守夜活动中 刚萨雷斯的朋友和同学彼此得到了慰藉 她们将铭记这位有责任感 乐观开朗的女性 美国之一李爱玲 加州长滩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星期一在华盛顿警告说 巴黎恐怖事件不可能是一次性的事件 伊斯兰国还会发动更多类似的袭击 他还说巴黎官员事先得到了战略性的警告 伊斯兰国会在欧洲发动袭击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扬 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约翰·布伦南 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就全球安全问题发表演讲 他说巴黎恐怖袭击事件 不可能是一次性的 伊斯兰国还会策划更多的行动 这不是几天就可以做成的 这很明显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策划的 因为他们需要确保有行动人员 武器 炸药以及自杀卫星等等 我想这也不是伊斯兰国进行的唯一行动 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情报人员 现在在发疯地寻找办法破获他们的计划 布伦南发表上述讲话的同时 伊斯兰国星期一公布新的录像 威胁所有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说 他们会遭遇法国一样的命运 视频还表示美国首都华盛队 将是他们的袭击目标 布伦南还说巴黎事件发生 对情报界来说并不是令人吃惊的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我们之前确实获得了战略预警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次恐怖事件的发生并不令人吃惊 我们知道ISO在策划 特别是把欧洲当作 他们的执行恐怖袭击的地点 他说欧洲大量的人群出入叙利亚和伊拉克 然后返回欧洲 使得欧洲的情报监控能力受雷 他还说巴黎恐怖袭击这样一个复杂的计划 并没有被事先侦破 显示伊斯兰国也在学习 让自己的计划不会被有关当局发现 布伦南还提到 斯诺敦事件之后 因为一些新的隐私保护措施 全球情报机构追踪恐怖分子的能力受到限制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之后 欧洲或是美国接纳难民的计划 遭到质疑 但是布伦南表示 关闭欧洲或是美国边境 与西方的价值观不符 而且是不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办法 VOA卫视 斯扬 玉港 华盛顿报道 马尼拉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 星期三登场 在美国 中国等领导人 抵达菲律宾之际 马尼拉民众举行了抗议APEC的示威 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报道 星期二 美国总统奥巴马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等APEC国家首脑陆续抵达菲律宾 但是APEC首脑会还没有登场 菲律宾民众的抗议活动已经启动 星期二 大约300名菲律宾民众 在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门口200米处 高喊反美口号 并且谴责美国总统奥巴马 参加APEC峰会 菲律宾新爱国联盟发言人 托雷斯说 奥巴马今天抵达菲律宾 这是我们对他的欢迎 拒绝他来的抗议 因为我们不要美国的领导人 来到菲律宾 美国是世界很多国家 遭侵略和痛苦的主要推手 APEC的宗旨是促进区域经济和贸易发展 但是由大部分是农民和青年活动人士 组成的抗议者 反对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 抗议者举着反对TPP 不要出卖菲律宾 反对帝国主义掠夺 还有垃圾APEC等标语和横幅 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报道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中国广电总局整顿电视盒子 有81个所谓非法违规频道被屏蔽 全面封杀包括港澳台 在内的境外电视节目 美国之音的中文频道 也可能受到影响 好 下面我们就连线 北京独立时政评论人士 彭定鼎 彭先生你好 你好 彭先生您看不看这个境外电视节目 那么您认为中国广电总局的这个禁令 对于中国一般民众的这个文化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彭先生 我本人不看这个电视盒子 我相信可能更多的年轻网民 他们的生活会受一些影响 那我觉得这个从根本上说 它是一种绝望的努力 一种绝望的做法 它想限制这个中国的网民 用英特尔网 利用这个APP去看一些海外的节目 那这些根本限制不住 就是在网上 只要人们有 只要人们能够联网能够翻墙 因为这些APP他们该看什么 一样看什么 这个可能是广电总局在像党中央表中心 这说明他们还在做事情 还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 限制中国的人民接触外部信息的权利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三十多年了 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这个文化生活呢 在逐渐的这个宽松 那么为什么中国当局目前如此严厉的 这个封杀境外的电视节目呢 彭先生给我们评论一下 我倒不认为在过去的这个 我们的文化生活丰富了很多 但是就是社区政治方面 从来没有宽松过 几乎从来没有看到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海外的言情片 我们可以看海外的战争片 我们可以看这个 就是大家可以看很多的热闹 但是在政治电影 就是比方说宣扬民主 宣扬这种普世价值观 这个的对于这类的影视资料 以及一般的其他形式的信息的控制 从来都是十分严格的 这一点就是中国的这个 这个一党制的独裁统治是建立在渔民政策上 而这个渔民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的渔民 这一点从来没有放松 好的 那彭先生给我们简单谈一下 为什么你认为为什么中国当局会选在这个时候 来全面封杀这个境外的电视节目呢 我想可能有这个缅甸 有缅甸的因素 缅甸大选 那么这个大选它破坏了这个中国当局 在我看来是最后一道防线 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 它一直在告诉自己的人民说 我们的素质不高 我们是东方民族 我们有自己的特色 因此我们不能实现民族 我们不能实现民主 但是就是这个华人圈 就是汉语圈子 台湾啊 香港啊已经实现了 已经实现了民主 新加坡 那么那么那么中国当局说 那么好 他们由于地方小 人口少 经济发达 那么我们等到以后 经济发达了再说 那么现在当缅甸这样一个经济落后 文化落后 这样一个东方的民族 它也实行了大选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 中共的这个最后一道 这个谎言啊 被揭穿了 那么我想这个时候 它可能感到了很大的危机感 在这个茉莉花的 在茉莉 就是在这个茉莉花革命的时候 它感到了很大的危机 但现在它可能又感到很大的危机 好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滕先生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呢 包括改革和开放两部分内容 那么中国当局目前这一举动 对开放这部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滕先生 没有 没有影响 开放是指对于这个资本的开放 政治上从来没有开放过 没有影响 好的 我们感谢独立时政评论人士 彭定炳先生 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 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 广播 网络 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 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 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好 最后又到了OMG美语时间 一起去看看白杰呢 在这一期节目中 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 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我们的新南微博粉丝 麦克罗斯体的话题 就是 How to keep it cool When you're a single person When you're not dating anybody When you're just single You have to love yourself Before you can love anyone else You have to love yourself Before you can love anyone else You have to love yourself Before you can love anyone else 你在爱别人之前 要先爱自己 My mom always told me You have to love yourself Before you can love anyone else 我妈妈总是告诉我 你在爱别人之前 要先爱自己 Find your passion Find your passion Find your passion 春着能激发你热情的东西 She told me to find my passion I think I found it on OMG美语 I love teaching English 她告诉我要寻找能激发我热情的东西 我觉得 OMG美语就是 我喜欢叫美语 See the world See the world See the world 看看世界 Another cool thing to do while you're single Is see the world Taking a trip and exploring by yourself Can be really fun 还有一件单身时候可以做的事 就是看看世界 独自旅行探索会很有趣的 好 请评论告诉我 If you're single What are the fun things you're doing As a single person Oka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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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这个说的不对 好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 我们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建议和看法 欢迎您给我们发电邮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新闻atgmail.com 好 我是许波 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 VOA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未经许可 杨茜茜